如果大家的蟹爪蓝刚买回来 就出现掉花苞的现象 这时大家不用担心 教大家两招 让它减少掉花苞 还能让它快速的长新花苞出来 让它开花一茶接一茶 第一呢 就是放到通风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保持这个土壤干一点 不要太湿 也不要太干 尤其是不要积水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给它使用这种快速爆花叶 因为这种快速爆花叶 它可以满足蟹爪蓝开花所需要的营养 还能强壮植株 让你的蟹爪蓝不容易出现问题 尤其是很多花苗浇水过度 导致根系出问题 那么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拿回去之后 直接给它喷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快速爆花叶 它不用兑水 我们大概七天左右给它喷一次 你的蟹爪蓝就会减少掉花苞 而且呢 第一次开花更加快 那么除了这个蟹爪蓝可以用之外 这个快速爆花叶 家里面的所有开花植物都可以用的 尤其是现在准备开花的长寿花 还有业绩杂花三角梅 我们都可以给它用 它是通用的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 点视频左下方商品 就可以买到